好 歡迎收看新聞觀測戰 那麼我們說這個連續劇 不僅是能夠捧紅演員 其實有關連續劇主題曲 也常常把歌曲 甚至歌手能夠捧紅 那麼觀眾朋友熟悉的翁立友 就是其中之一 出道二十來年的翁立友 從唱歌的選秀節目出身 但是他也歷經了很多藝人 所經過了沒有那麼一帆風順 所以為了生活也改變了歌壇 當時也到去當過保險員 那麼等等 那好在有貴人相助 後來再次重回樂壇 不僅拿到了金曲台語歌王 而且搭上了八點檔的熱潮 唱了好幾首筷子人口的主題曲 紅片的大肩小巷 甚至是東南亞 那麼什麼樣的信念 讓他在低潮的時候 能夠克服重新出發呢 這一集我們邀請到翁立友 來到節目現場 談談他的人生故事 歡迎立友 廣林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翁立友這個名字 很很親切 而且很好寫 其實我們可以收集到翁立友的本名 這個比我很多 很難念翁潘斐 四十一話 四十一話 其實這個名字 是我我部隊 我的來講 請請一個算命生的幫我好的 其實當初這個小時候 在寫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實在寫到都快哭了 對啊 比我這麼多 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應該最少也要來讀個碩士畢業 但是沒辦法 我光是國小的時候 人家考試券發下來 人家已經寫到第五題了 我可能還在寫名字 所以後來你 你這個藝名 是自己取的 你就決定取一個 筆劃很少的 對 因為當時的那個 唱片公司的老闆娘 他說你的這個本名 筆劃太多 還沒好 沒好念翁潘斐 他說不然 這樣不行 那個你不要寫那麼多 筆劃不要那麼多 本來就說 你本身寫 我也 藝名也不一定要用旺 可以用 譬如用祖 或是劉 或是王 那老闆娘的意思 說用這個寫 會紅的紀律 好像比較大 因為在藝名 好像寫 紅的紅的紀律 比較寫 後來是我的爸爸說不行 他說 你就代表我們寫王 你這個寫不要改 這個我們的祖先 讓我們寫 你的這個寫不要改 後面那兩天你拿去改改名不改姓 那你說起來您是講您是出生在這個布袋 其實布袋是我們爸爸的 我們爸爸的故鄉 也重點是我們的故鄉 我們當年到現在 簽名制也都要回去自己布袋製造 但是我小時候都在中華大學 比較多 在我媽媽的後頭中華收水 為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媽媽 他都在台北 新增在吃頭路 我小時候就讓我的外公和外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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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時候開始 跟父母一起住呢 差不多是 後來二年吧 才回到父母身邊 對 好像很早就發現你有音樂天分 後來跟爸爸媽媽住的時候 我記得我爸他去帶我去逛夜市 逛夜市有賣很多玩具 他就說我大概預算八十塊 讓你挑一個東西 我就挑了一根那個笛子 就回家自己亂吹亂吹 這樣子 好像會有那個天分吧 就是我那個時候 我記得有一齣港劇叫天蟬變 的那個主題曲 我這樣聽聽聽聽 我就竟然這樣 就也不用看譜就吹出來 那後來我長大之後 學薩克斯風什麼的 也是一樣 只要這個歌 我聽熟了 大概都都可以吹出來 或者是彈琴 可以把那個旋律彈出來 這樣 聽起來 你說對樂器音感還蠻強的 對 那好像你在學校 還也參加了這個什麼樂隊 樂隊 高中的時候 我當當指揮 指揮啊 當隊長這樣子 那當指揮就沒有學到樂器了 媽媽其實那個 我小時候他有好像有發現 我有這一方面音樂的天分 但後來因為家裡比較辛苦 比較困苦 那個時候去 我記得媽媽帶我去找那個 交鋼琴的一個鐘頭 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就臺幣就要兩百五 然後那個時候 如果要買一臺鋼琴 可能要十幾萬臺幣 沒錯 對 就很貴 當時一間房子搞不好 我們那個時候一間房子透天的 在彰化 大概三四十萬就買得到 所以後來就也就沒有學 沒有讓您正規的學習 對對對對 但是其實一路 你都跟音樂有所接觸 那這個你剛才講是樂器 那你這個什麼時候開始被挖掘說 可以唱歌 在高中的時候 那個我們班 好像我們班有一個女同學生日 然後大概大家相約 大概三十幾個吧 那時候我們彰化有一個庭園市 KTV 我們就包最大的庭園的 那個大包廂 然後三十幾個進去裡面 哇 大家就是在那邊拿那個枕頭 丟來丟去 嬉鬧啊 我就趁著大家在嬉鬧的當中 我就偷偷的點一首當時最紅的臺語歌 叫什麼 雙人釘討 雙人釘討 對 因為他們很吵嘛 雙人釘討 然後我就想說趁這個時候 因為你們都不唱歌進來 這個要花錢的人都不唱歌 來這邊幹嘛 我就趁這個時候 偷偷的點一首歌來臉來唱 結果我就 我就唱嘛 我就說 雙人釘討 突然間 突然間全部都安靜下來 然後就就就說 誰唱 誰在唱 誰在唱 然後我當然嚇到 我就不唱了 但是重點 不唱 音樂還是持續的在走 然後我也不承認是我唱的 然後大家在抓那個 到底是誰唱的 結果麥克風 他是有線的 就循著那個 那一條線 我媽媽 是不是在唱的 我說不是啦 後來那個壽星 還有同學 他就慘了 啟動 我們要聽啊 我們要聽 真的嗎 剛剛那個聲音 真的是你唱的嗎 結果 好啦 那我就勉強唱個幾句 也這麼剛好 過幾天 那個彰化師大復工 要舉辦全校的歌唱比賽 那我們那個年代 現在呢 就是大家都很羞民心 就是都都不會說 像現在的小孩子這麼大方說 我來我來 我唱我唱 沒有 大家都推來推去的啦 後來我們班導師就說 那個這一次啊 那個我們學校舉辦歌唱比賽 我們人選已經選出來了 然後大家就對啊 大家轉來轉去看是誰 結果說就是翁潘肥 欸 你是被出賣了嗎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啊 我沒有要比賽 然後大家如果同意的話 掌聲一致通過 結果大家都拍手 我就硬是被趕壓子上架 那老師怎麼知道你能唱歌 就被同學講的 在那個之前你有發現你自己蠻常唱歌的嗎 沒有 沒有啊 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對音樂 我對音樂有興趣是樂器 因為我會加入那個彰化四大復工的樂隊 就是因為 那你你去那邊學樂器 不用錢 然後樂器也都是學校的 也都不用錢 我就是喜歡 塞克斯風 我學很喜歡吹塞克斯風 我喜歡他的音色 那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吹塞克斯風的那個 那個整個身體的那個在邏輯啊 跟唱歌一模一樣 我一進去那個學長 就改變我的呼吸的方式 因為我們一般呼吸 就是用胸腔在呼吸 他說我們喔 我們軍樂隊要繞 雙十國慶 要繞整個彰化四區 要吹四個小時 而且要邊走邊吹 如果你用胸腔來呼吸 會得內傷 所以要改變用肚子 結果後來這樣這樣練著練著 那個歌唱 很多人都說用丹田唱歌 對不對 其實丹田唱歌就是用肚子 用力 然後用肚子呼吸 對 我覺得後來 我覺得學塞克斯風 學這個管樂器 對我將來廠格真的幫助很大 你剛才講你是念高工喔 這個是繪圖科 有得對嗎 機械製圖啦 機械製圖 我告訴你 我讀他的校 其實我白天那時候 我都在做旅園窗 我就在那一早上班 上班到越保四點下班 我都先跟老闆說好 因為我們五點二十就遲到 我就要再拼回去 去洗衣服 而且又趕快騎拘捕 去學塞 所以這樣工作做一天下來 第一節課都是在睡覺 很疼啊 很疼啊 然後也也因為就是 因為二過頭了 搖過頭啊 就是下課大概都九點四點 就這樣子 連續大概兩年三年下來 我的我當時就去招衛禁 衛外調 很辛苦 竟然已經發現了很會唱歌 你什麼姻緣被發現呢 那一次在彰化 彰公嘛 彰化 彰化四大復公 得到那個歌唱的獎牌 然後歌藝抄群 那我就 我也不知道放哪邊 我就把它放在 我們家的電視上面 我爸就看到 你不是去打工科的 你怎麼會變歌藝抄群 我爸也不知道我會唱歌 我跟我爸就是 那個時候也就是 我跟我爸好像就是很少也很少互動 結果我爸就說 你能唱歌嗎 我就說 我都不會回應 我說 怎麼會 他說 他就默默地去打電話 邀三個朋友 然後在我們家三下的那個 我記得那個 那個時候那個 好像叫鑽石 鑽石KTV 他就約好晚上要去那邊 那個跟好朋友喝喝酒唱唱歌 然後說叫我要跟著去 唱歌給他們聽這樣子 啊我就不要 我都沒有 對 我會抱歉啊 結果我就不要 後來 翁媽就 就我媽媽就說 不要啦 好啦你跟他去啦 你跟他去啦 對啦 那家裡會平常就好了啦 不久你老朋友都先去 你跟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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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一個民主這樣啦 那我就想說 好啦 為到家裡的平常 我就好啦 那也是去 去也是 就是點 翔陽金頭 還有水中煙 這些歌來唱 其中一個朋友就說 你兒子的音色不錯 但是呢 歌唱技巧 有一點深色 那可能要再找 專業一點的歌唱老師 來來調節 就對了 來訓練一下 可能會更好這樣 然後我爸就 好像比我更有興趣 要當藝人 他很積極的 幫我找這個歌唱老師 所以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後來可以得到這個 唱片公司找你出唱片 也是再度去參加歌唱比賽 對 十九歲那一年 就也是等當兵 那那個時候呢 有限電視 但是那個時候有一個節目 就是碰哥 彭佳恰跟馬妞 馬姐主持的 那個節目收視率很高 有彭宏很多的藝人 歌手 方順吉 孫淑妹 孫協志 都從那個節目出來的 那後來我爸又帶我去KTV 有一間KTV 他是可以你唱歌 有一個可以把你 你這個唱的歌錄起來的 就好像也幫我錄了三首 我不知道 後來是我爸他錄水中煙 香榮金桃還有一首什麼 金廟歌在下火 什麼就錄一錄之後 就寄到高雄那個電視台的總部這樣 他們在高雄 當時那個老闆娘就剛好進到那個公司 很多全臺灣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要參賽的 寄很多的卡帶 他就可能隨手就抽一個 起來試聽看看 就抽到我的 抽了就很快喔 就我寄很快就 就通知我上臺北比賽這樣子 要不然一般一般有的都等了半年 甚至一年才通知 那你參加比賽 你就過五關 再六將就這樣子一錄 就拿到最後第一名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比二十一關 才算總總過關 那我記得我比到第十一關 我就被打下來了 對因為那個感冒 然後再加上歌詞又唱錯 那一首歌又叫做不如歸去 就這樣子歌詞唱錯 就後來那一集播出 那一集播出 就就很多的歌迷 觀眾寫信 到電視臺 說哎呀 怎麼不要再給他一次機會 對啊 這麼 歌迷不是你安排的 不是 沒有 對 開玩笑 那個那個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大家都寫信了 然後很多很多歌迷 寫信到電視臺 後來我想應該是電視臺的經營者 他們有看到這個小孩子怎麼有這樣的反應 然後就就也來就是來接洽說 是不是來出唱片 後來我爸就說 我爸那時候說他再過一陣子就要當兵了 是不是等他兩年兵 兩年的兵當完回來再說這樣 這中間這個唱片公司也都沒放棄 我們都有保持聯絡 退伍之後就就出了第一張唱片 唱片公司也找來了那個余天大哥跟陳雅蘭 雅蘭姐 然後各各跟我這個對唱一首這樣子 那有沒有唱紅啊 沒有 自己努力不夠 對 因為大海天王天后都進駐了 對啊對啊就自己努力不夠 後來就成績不理想 就又回到鄉下彰化了這樣子 回去彰化以後你從事哪些工作 那個時候有去做 做授險業 學習做授險業 行李做得好嗎 不好啦 不好啦 因為那不是我們的專長 再來那個時候的 那個時候的氛圍 好像保險好像都是 人家會覺得好像觸我眉頭 要去找你彈這個 萬一也沒有開 對對對對對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自己開著車 彈完一個case 也沒彈好 然後去加油站加油 然後也跑了大概一陣子 都成績都不出來 就會覺得很受挫 在加油的時候 突然間好像有一個聲音 好像老天爺在罵你的 人家好像在聽說別人 人家好像在跟你罵 說 你不知道你現在在創什麼 你不知道你到底你現在是在創什麼呢 因為活得 就是過得不開心 然後也活得不開心 因為總覺得好像有志男生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是覺得當我拿到麥克風 在唱歌的那一剎那 我拿到麥克風 好像我才會找到自己的存在 還有價值 當我這個麥克風沒有的時候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好像生命好像找不到一個 一個重點 一個一個著力點這樣 後來也就因為這樣子 還是告訴自己唱歌還是自己的最愛 所以你做了什麼動作 後來就SARS那一年 那一年剛好我一個好朋友 也是從那個歌唱比賽出來的 他也是歌手 叫做葉盛青 他住他住新店 他也是租房子的 然後其實我們兩個同兵相連 常常都會保持聯絡 要互相關心 阿欽嘛 我都叫阿欽嘛 阿欽就說 哎呀你我看你 你你就上來臺北 我們來臺北找機會 要不然彰化 你住在彰化 彰化又沒有電視臺 也沒有唱片公司 那邊沒有機會 臺北機會比較多 電視臺也多 然後他就說 阿欽不去陷就跟我擠一張床睡 對啊 阿我們就上來 我們先去找一個工作來做 對不對 我們去批發 他有一個叔叔在做那個 那個菜市場賣衣服的 那個大批發 我們都想好了 有電視臺通告 我們就去錄電視臺的通告 如果沒有 我們就去菜市場賣衣服這樣子 所以也奇怪 這個 這個好像命運 跟命運到有命 把他這個順勢調換之後 那個運好像不一樣 就開了 真的要感謝葉盛青阿欽 因為一上去之後 一上去之後 機會慢慢就來了 就那個時候 當時楊登奎 董事長 哇 那個時候陸陸續續開了 大概五個歌唱節目 剛好那個時候 我就收到了邀約 然後一邀約之後 我可能大有在做歌唱節目的製作單位 都有看到 這個電視臺也有邀約 這個電視臺也邀約 甚至到最後就有大概三家三家的唱片公司在找 對 後來又就我就選了這一間豪季 豪季唱片公司 所以一待一待待到現在都快二十年了 你在唱這個臺語歌 確實你 第一音確實是你的特色之一 你覺得你自己的臺語 你是掌握什麼樣的特色 去唱臺語歌曲 我覺得傳統的臺語歌 有一些轉音啊 或者是一些氣口 一些韻味 我覺得跟日本歌 日本的演歌很像 那我當時也有學日本歌 我也去學了日本的發音 平假名 片假名 這樣子 你來學卡拉OK 這樣一看 就不用再注音 很多人學日本歌 都要注音 我就去學看這個五十音 這樣子 那聽那個我的偶像 日本的一個天王叫做五穆 他有很多的歌我們後來我們也有把它翻成國語歌 夜空還有余大哥的能不能留住你等等的很多歌曲 那我就我就去買這個五穆 五穆紅的這個專輯回來學回來念這樣子 然後再把他的歌唱技巧帶進臺語歌 那好幾幫你出的歌曲 你是就一開始就打紅了嗎 對 一開始第一章 第一章那個剛好也搭到我們民視八點檔 那個易難忘 這首歌叫堅持 堅持 對 堅持這兩個字 真的好像是給自己一個心中的一個很強而有力的信念 因為人生堅持真的不容易 放棄只要一秒 清唱兩句吧 好 那我就從那個中間 中間的部分 堅持的心拍我們向前走 請你的記住我們的命 有人出事就好命 我們是用命在打拼 不怕失敗慢慢向前走 我們命不是天主堂 只要用心來打拼 一定請出我的命 好 那麼我問這首歌 現在也要很多人唱 這首歌就是不要創詞 你像你看最近那個 你看種那個幼稚的幼農 你看他們最擔心的就是遇到什麼 遇到颱風天 所以你看那種水果的 漆漆的 你看這些辛苦的浪漆民 等整部 但是他們都看天在吃飯 這個時候我問天 那個裡面的歌詞就很 跟他們很齊合 就就是我問天 我問天 敢不敢賣創詞 國在愛你 今不是我自己 對 就是鄉天這樣說 我這麼勇心 這麼勇心 那是怎麼會把我創詞 對 其實立友第一次入圍金曲就得獎 那後來呢到到現在為止 也至少已經入圍了四次了 是 我沒有算過 好像是六次還是四次 六次好 那麼其實一入圍就不容易 我們常講某種角度來講 入圍就是得獎 就是受到肯定 那您自己唱歌 您在準備這些歌曲 您是用什麼態度去經營他呢 其實就是怎麼講 就是我會看寫歌的老師 他的他的歌詞的詞意 然後我都喜歡自己一個人獨處 很喜歡自己一個人獨處 然後好好的只有我跟這個歌這樣子 比如說我最想要就是開車 開著車 然後音樂放著 可能我就開往那個宜蘭 去宜蘭那個南洋平原這樣子 然後一個人這樣看外面的風景 裡面的聽歌這樣子 然後再去找那個靈感 找那個感覺 那如果比較悲傷的就是 晚上聽 晚上 然後戴著耳機 因為戴著耳機 就比較不會受到干擾 因為你看如果沒有戴耳機 突然間有人走過去 飛機飛過 或者是車子開過去的那個雜音 就會他會干擾你的專注 那個專注力 然後再看著歌詞 想像自己是這個 歌詞裡面的那個那個那個故事的主角 但是有的時候又好像我是第三者 我會跳來跳去的 我聽立友這樣聊起來 覺得很像您是歌手公務員 就是好像投入了唱歌世界 沒有懸念 也沒有懷疑過就是這樣 能夠唱一首接著一首唱 一張接著發成一張的這樣發發行 對 那你唱歌這唱這麼多年 你平時有什麼休閒嗎 平時唱歌以外 唱歌賺錢 唱歌賺錢以外 其實最大的休閒應該是拜拜 我要去廟裡走去拜拜 好幾年前也因為一個因緣際會 很幸運的那個宜蘭礁西 有一個觀聖帝君廟 邪天廟 他後面那個時候蓋了一個叫聖祖殿 那個二樓有一個金星的金星的那個觀聖帝君 當時也是我這樣子抱著他 然後這樣子跪會 然後這樣子把他這樣子抱到二樓 然後放在那個二樓的神殿上面 說好人拜這樣 說這些聖南信路拜拜 所以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去廟裡走 因為尤其是宜蘭 有好多好多的廟 其實他們的風景都很棒 像三清宮 你看梅花湖這個景色很棒 還有頭城 宜蘭頭城 有好多的廟都 他的這個廟 旁邊的那個風景都很棒 像那個台立天宮廟 頭霞 麻祖廟慶元宮 北海觀音 我都好喜歡去 去拜完之後就覺得 整個人就會覺得 心中得到一個 一個很平靜 然後一個很寄託 對寄託 我可能苦太久了 苦太久 突然間紅起來 你會一直想要趕快把錢賺起來 因為想要說讓父母親過好日子 因為媽媽也苦很久了 而且你看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低潮起過了好幾年 那個時候 我最不敢看到的 就是媽媽的眼神 因為我是長子 然後就覺得好像 好像一事無成 媽媽又對我很好 真的 媽媽都不離不棄 就是不管你成就高低 他永遠他就是 你喜歡喝什麼 像我喜歡喝那個香菇雞湯 或者是我很喜歡喝湯 他就是一樣 他他就一樣 每次都煮我最喜歡吃的 那也不會去數落你 為什麼這麼沒出息啊 或者是成績不好 所以這跟您發展感情有關係嗎 會耽擱嗎 有啊 因為我跟你講 一忙你哪有時間去 好好的投資這一塊 因為魚與熊長 太難兼得 也因為那個疫情有沒有 疫情不是好幾年 就有時間啊 哪裡也不能去 也沒有表演 就那個時候就 就有一個緣分進來 也有時間可以好好的去 談個戀愛 談談您另外一半 讓你心儀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看起來就是 你會喜歡看他 然後相處起來就是 會舒服 對 最主要是 我覺得要 慈悲善良 要善良 他還蠻善良的 所以喜歡這樣 對對對 然後又孝順 就是我 因為我也 我也還算孝順 所以孝順的 會喜歡 對不對 就是 會喜歡跟孝順的 比較 比較有共鳴這樣 好 不過我其實您在樂壇這幾十年 感覺上感情生活是蠻低調的 你雖然二零二二年宣布結婚 可是之前也沒聽你說 之後你也不太帶著曝光 好像有人見過嗎 身邊周遭的親友 朋友都有看過 但是因為畢竟他是圈外人 他是上班族 你就知道現在出名也很困難 對不對 出名你只要跟朋友去喝咖啡 或是菜市場買菜 比較不方便 所以你是基於保護他 保護他 因為他畢竟是圈外人 而且他有跟我說 他想要擁有自己的生活空間 低調 他要低調 那什麼叫小寶寶 這個時候我的歌 我問天又拍上用場 就是讓老天爺去安排 天安排 那麼另外在您的演藝事業當中 這個諸葛亮好像跟你也蠻有緣分 諸葛亮大哥跟我的緣分 是因為他的女兒謝金晶 你說說看 因為金晶加入我們好幾唱片公司 那也常常就是 就是都會有那個機會 跟諸大哥私底下這樣在一起 這樣 那你跟謝金晶就等於師兄妹的關係 對 那怎麼沒有發展成感情 不知道 就是看到他就是很像 就是自己的妹妹 然後他對我也是像哥哥這樣子 你有歌等你有歌對 對啊 就我就覺得說 他又他又是諸葛亮大哥的女兒 對不對 所以我有時候對他又好像妹妹這樣子的疼愛 您自己怎麼規劃未來的這個歌唱前景呢 因為現在其實唱歌的形勢很多 在數位化之後呢 很多的這個大家都不是走發行唱片 大家還要開演唱會 那您自己怎麼規劃呢 我其實在海外 我在東南亞或海外 海外其實我都有在陸續的做一些演唱會 那很多的臺灣的朋友都一直在問說 我在臺灣什麼時候要開這個大型的 比如說小巨蛋的演唱會啊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開演唱會很辛苦很累 我開過啊 二年就是因為開過我才嚇到啊 我因為沒想到前製作業要這麼久 七個月 而且他那個怎麼講 就是要報名 然後又要要要要中選的機率都不高 然後再來一點 再來一點就是說臺語歌手 其實要辦這個大型的演唱會 其實是相當的難度的 那七個月前就要準備 那每天都要過著很讚讚基 精進的生活 又要記三十幾首歌的歌詞 又要要記五部 然後又要告訴自己不能感冒 對不對 到哪裡都要 都要好像在顧小孩子一樣 那說是辛苦啦 我知道您這個人這個做了以後 後面還會再繼續做下去 有沒有什麼計畫 像現在最近這些歌手們都在計畫公彈 最近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巨蛋可以開放生前 我對於這一塊 我說實在我雖遠 但就讓老天爺安排 那當然越來越多的 如果越來越多的歌迷好朋友 都一直期待我出來 比如說開個大型的演唱會 那我相信專門在辦演唱會的這些公司 就會主動的來找我彈 然後也會幫我安排 其實都有啦 其實這些年他們都有來找我彈 但是我都都很很怕 因為我覺得壓力很大 尤其是在疫情前跟疫情後都有 但我還是先想說 先把自己的這個生活步調慢活 慢慢來慢慢來 因為我不想要像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那一次辦的演唱 我覺得我覺得壓力好大 然後在唱歌好像在做夢一樣 我希望在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我在譬如說小巨蛋 甚至未來有機會 是不是大巨蛋 如果有機會站上去 我是能夠去站在舞臺上好好的享受 那一種歌唱的回饋 那一種樂趣的回饋 而不是很堅定的 對對 好 那麼您為自己這個幾十年 的是歌唱事業下個注腳 你覺得您想要做什麼樣的一位歌手 想要做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就是做一個服務的歌手 因為我覺得歌唱就像一個服務業一樣 對不對 如果你聽我的歌 你會感動 然後你會很有感覺 那我覺得 哇 我覺得我的生命 就因此而找到了存在的價值跟意義 因為真的真的 因為音樂就是要服務大眾的 要唱給大家聽 要給大家去感動的 你有沒有聽人家說過 很多人都說 您的聲音跟相貌 跟賴總統有些相似 哇 這個不不敢當 真的嗎 有相嗎 沒有人講過嗎 有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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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以前以前我們總統在當臺南市長的時候 就有 就有講 就有人發現 然後前一陣子我去 我去榮總 我去榮總做一個慈善的 慈善的議員 然後就有一些醫生群 就有這樣子 對 那你沒有跟賴總統提過這件事情 沒機會吧 賴總統有看電視 你聽到這樣講以後 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會覺得 哇 這個 這個也太 太 太 太榮幸了吧 好 時間最後 你有沒有什麼要跟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表達的 我也謝謝這一路走來 這麼多的好朋友 默默的在支持翁立友 然後給翁立友溫暖 然後關懷 你們的那個溫暖的關懷 我都有感受到 那我接下來 我一樣 唱歌 除了用丹田唱歌以外 我真的會為了你們用生命來唱歌 好好的來 謝謝各位的支持 跟臺虎 謝謝 也謝謝立友今天的這更 confess 一般的這個 坦白 那麼觀眾朋友一定很感動 謝謝您 也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那麼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再會囉